小儿夜间发热是每一个家长 可以说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家长千万不要紧张 半夜发烧 首先要进行体温的测量 如果体温测量出来 孩子的体温在38度5以下 那么家长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方式 比如温水擦浴头上置一些冰带处理即可 如果体温大于38度5 那么家长就要进行一些对症的降温处理了 使用药物 咱们常用的降温药物就是 对一些氨基分或者是布洛分 对一些氨基分和布洛分的使用 只能用一种不能两种同时应用 如果很快40分钟到一个小时退热药起效以后 孩子体温降下来低于38度5 家长可以再配合一些物理疗法 很快降到正常 如果服药后患而体温持续38度5以上 甚至39度越来越高40度 那么这会就要及时进行去医院进行检查 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 因为物理降温是既安全又快速的一个方法 家长切记 由于小孩的皮肤毛孔都是张开的 切记现在不要进行酒精差异 10度的温水差异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